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11月30号星期四 今天美国政府就是川普政府 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文件 证实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这是继欧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后 又一个大经济体最大经济体 美国所做出的决定 而美国的决定据说也得到了 日本 加拿大 墨西哥等国的认同和赞成 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被欧盟 美国 日本这三大经济体 以及众多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否定 这意味着什么 中方那边的说法是说 川普总统给中美贸易泼了冷水 会说中美关系泼了冷水 还有的说法是出了重拳 那这意味着什么 因为中国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当时在美国的大力帮助下 当时的比尔克林顿政府的大力帮助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按照当时的协议和规定 在15年之后 就是到了2016年12月之后 这个各国要做出评估 是否承认经过15年的实践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还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是这个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得不到 那中国仍然会被当作 这个就是反倾销调查中的替代国 这么一个概念的对待 也就是说要随时蒙受高额关税的惩罚 所以今天的结果很清楚了 中国没有得到市场经济地位 它有几个原因 一个大类的原因就是 中国共产党中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从来没有遵守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完全整个的破坏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比如说操纵货币 低价倾销 对外国商品实行高关税 搞最严重的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 举例来讲 中美之间的贸易 一般的商品 美国征收中国一般商品的关税是平均3.3% 但中国征收美国商品的关税是9% 几乎相差三倍 农产品 美国征收中国的农产品的关税是4.4%平均 但中国征收美国农产品的关税是15.6% 差不多是四倍 汽车 美国征收外国汽车的关税是2.5% 而中国征收外国汽车的关税是25% 相差十倍 这几项数据就可以简单地说明一下 中共方面是如何的高筑了贸易壁垒 所以尽管它当时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 还享受一定时间的缓冲的待遇 说给它一定的时间来调节它的 从计划经济调节到市场经济 从非市场经济调节到市场经济 但是中共是没有这么做 所以美国在这次表态中说了一句话就是 美国和其他国家有权拒绝承认 受操纵的价格和成本 受操纵的 就中国政府仍为操纵的 这是一大类 第二大类就是 中共不仅是在过去十五六年 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而且在中共入市以后 增加了大量的案件 贸易纷争的案件 多数如比世界贸易组织的案件 都因中国而起 而多数这些案件 都以中国的败诉而告终 但是世界贸易组织 并没有多少强制的约束力 来追逃各国的损失 因此使中共觉得无所谓 师多不养再多不愁 这个是一犯再犯 成了屡屡犯案的重犯 重犯 还有一大类就是 不仅是不遵守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中共是大规模地窃取 他国的知识产权 智慧产权 盗窃他国财富自肥 比如每年 因为侵犯知识产权 使美国蒙受的经济损失 就是高达数千亿 来自上万亿美元 所以这次中共明明教区 说欧盟不承认 中国的市场经济低位之后 中国已经蒙受 几十亿美元来损失 那算得了什么 光美国被知识产权被盗 这个每年的损失 就是数千亿 乃至上万亿 而且中国倾销 假冒伪务商品 就成本极低的 假冒伪务商品 那是更是祸害美国 不仅是经济上祸害 在这个环境品质上 也是破坏健康 美国海关每年 差处的假冒伪务商品 87%来自于中国 这种给美国造成的损失 也是以数千亿美元计 而且长期以来 美中之间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 每年是三千多亿美元 三千多亿美元 刚好构成了中共那边 所谓的经济增长 也就是说是转移他国财富之肥 还有一个方面 中共做得很离谱的就是 双重标准 不公平的贸易 比如说中共 它成了爆发户之后 红色权贵 官僚和国营企业 到海外大规模的收购 西方的企业 美国 欧洲 其他国家去收购这些企业 根据这些国家的法规 中共的资金可以完整的收购这些企业 而中共收购了之后 还把这个核心技术转移到中国 把给人家留下一个废墟 空地 但是中共却对别的国家的企业的收购设限 比如说美国 日本 或者是欧洲 其他国家要到中国投资 只能投资中国企业的 参股50%以下 就是49%上限时 而且强制的要求 这些西方公司必须把核心技术 就是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 强制要求转移这个技术 所以这一方面是完全的不对等的贸易 不对等的这个做法 双重标准 所以这个可以说令美国和西方 以忍无可忍 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说 中共的这个做法是对美国的强奸 是转移了 掠夺了美国的财富 是拿了美国的钱重建了中国 重建了共产中国 所以这个按照香港一个电影 无间道的手法 出来混吃早是要还的 今天中共该还的时候了 所以还没有什么好民怨叫区的 该还的时候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这个这个 中共在说破冷水出重拳 其实美国还没完 美国川普政府就在宣布这个事情的时候 而且还有后续动作 一个动作是中美之间的全面经济谈判 经济贸易谈判已经停止了 因为美国政府判断没有用处 所谓四月份习近平访问佛罗里达 跟川普达成的百日计划 七月份举行的所谓 这个到七月份举行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没有切实的成果 说美国拒绝在进行这样的对话 习取了以前奥巴马和前政府的教训 停止了对话 全面停止 再一个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 正在起草一个文件 要针对这个中国方面 中共方面 说这个强制转移他国的技术产权 设限他国投资 这个方面进行调查 这个调查也会形成新的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从这些举动来看 可以说川普和川普政府头脑清醒 没有因为十一月上旬访问中国 受到了超规格的待遇 国事访问家的待遇而冲昏头了 没有因为这个在故宫 看了精细 这个在人民大会堂吃了大宴 就这个迷糊了 并不是国际社会主流媒体所说的那样 什么川普掉入了陷阱 川普被习近平摆平了 是川普又怎么怎么上当受骗了 然后川普又攻守让出了领导权了 这个中国又取得了世界领导权 并不是世界主流媒体所说的 川普的这个清醒的举动 就是一个有力的回敬 这个时机 这次川普公布的时机 有人说是在北朝鲜发落洲际导弹之后 川普出重拳 其实川普做出这个决定 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是在十一月中旬做出这个决定 只是今天才公布 也就是说在访问中国回来不久 一个星期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因为川普政府还判断 不仅仅是说在过去四五六年历史上 中共的倒行逆施 这个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破坏市场经济 破坏市场经济 破坏市场贸易组织规则的行为 而且看到中国国内出现了倒退 经济改革倒退的象征 国进民退 扶持国营企业 限制民营企业和私人企业 然后这个权贵集团 这个垄断 垄断行业 垄断企业项 江泽民家族垄断电信 李鹏家族垄断能源 还有以前的温家宝家族垄断 保险业等等 这个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家族垄断 还有中国的红色全国要垄断 这个所谓私募基金 也都是公开的秘密 所以美国看到的是 中国的经济改革不禁反退 是反改革 不改革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做出了一个 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这么一个判断 是完全正确的 可以这个做法 如果做得对的话 历史倒过来看 可以倒逼中国的经济改革 倒逼中国将来 再次向市场经济国家 过渡的这么一个进程 这个进程显然被打断了 被中断了 甚至倒退了 所以说这次说是朝鲜导弹 是一个巧合 也可以说是一个宣布的时机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朝鲜发射了火星15 这个洲际导弹之后 川普跟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 再次电话上通话 通话的时候 川普敦促习近平和中国政府 完全切断对北朝鲜的石油供应 通过这么一个细节可以看出 中共仍然对朝鲜留了一手 尽管在煤炭 在其他贸易上有所抽紧 在封锁大桥 停飞航线 甚至在中朝边境 象征性地举行 大规模军事演习人等 似乎对朝鲜的施压加大了 但是并没有按照联合国的决议 完全做到联合国的决议 就是要求停止 像石油供应这样的举动 那么显然中共的做法是 手术两端 左右方圆还在脚踩两只船 就是企图 既跟朝鲜保持一定程度的关系 又应付一下美国 如果习近平政府这样做的话 是不是聪明 不是大聪明 是小聪明 不是聪明 而是愚蠢 因为你脚踩两只船的结果是什么 两个船向不同的方向开行 你脚踩两只船的结果就是 让自己掉进河里 掉进海里 掉进水里 今天的习近平政府就是这样 自认为很聪明 在脚踩两只船左右方圆 但是一方面受到了金正恩的痛恨 北朝鲜的痛恨和敌视 另一方面又受到了 川普政府的重拳打击 说川普政府对你也不满 你两边都没有讨好 想两边讨好 结果是两边落空 所以这就是脚踩两只船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值得提的一个插曲 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这个正在外面出访 要访问中国、印度和法国三国 那这两天正在中国 在上海出席中小企业峰会 并发表演讲 而且也跟到北京跟习近平国家主席见了面 这我想习近平和中国政府肯定无限感慨 这个奥巴马时代那八年 中共大占美国便宜 这个打美国豆腐的这个时代是过去了 川普上来以后 这个美梦是结束了 只想到其中一个项目 这个当时跟中美两国所谈成的 这个和其他国家谈成的巴黎气候协定 那个气候协定对美国是多么的不公平 对中共是多么的有利 那个气候协定把中国仍然定义为发展中国家 因此呢 在2030年之前 可以继续这个增排二氧化碳和废弃 而且不用交任何费用 一直到了2030年之后才开始减排 但是美国呢 被定义为发达国家 不仅要立即开始减排 每年还有减排标准 而且还要承担这个巴黎气候协定 每年运作的费用 1000亿费用中的四分之三 就美国要承担750亿的费用 奥巴马这个书生 这个一上任就得了 诺贝尔侯奔的智润的书生 没有多少行政经验的书生 签出类似的国际协议 很多把美国的钱 是大把大把的往外撒 尽国际主义义务 结果让美国虚空掏空 所以川普一上来 对这些就不干了 所以就提出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结果受到了美国主流媒体 西方主流媒体的围攻 说他主动把领导权攻守 让给中国 完全不提美国退出之后 美国所接下来的巨大费用 已经美国在经济上放开手脚 也完全不提中共根本不敢 没有表态 也不可能 出资750亿美元 来填补美国退出的真空 你除非填补了这个真空 你才能领导巴黎气候大会 而中国政府是退却 说不要把这个领导者的帽子 往中国头上口 这个是虚而应之 所以说这个西方媒体 这个主流媒体 或者是左派的媒体 在川普竞选中的期间 一直反川普 川普上任之后也反川普 这都无所谓的民主国家 民主社会 它是可以反的 但这种偏见之身 可以说对很多人有误导 真以为川普上任以来 把世界领导权攻守 交给了中共 事实上不仅全球的领导权 不在中共手上 就连亚洲 连东北亚 连周围 中国周边的国家的领导权 都不在中共手上 这完全是一个世界左翼的 主流媒体制造的一个空洞 喧嚣之声 喧哗 根本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川普的做法非常聪明 而且主流媒体说 川普到北京上了当了 受了骗了 跌入了陷阱了 被习近平耍了 被习近平胡弄了 现在看来也根本都不成立 川普既停止了中美经贸对话 也起草相关的决议要制裁 而且告知世界贸易组织 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而且是在敲打 在制裁朝鲜公司的时候 也制裁了一些跟朝鲜 发生贸易或者支持朝鲜核计划 导弹计划的中国公司 毫不留情 就是在访问中国之后 做这些事情 毫不留情 这证明川普和川普政府 这个头脑非常清醒 他正在兑现他竞选式的诺言 那就是美国优先 这个要一个美国再次强大 就让美国再次强大 那才真正能够领导世界 美国再次强大 才能够制约 像中共北韩这些大大小小的 这个无奈政权 所以说到这个奥巴马访问中国 过去的时代不在 奥巴马的影响力也已经不在了 而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苏生当政的时代 我想中共方面应该很清楚 所以这次当川普政府做出了这个决定 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后 中国那边的媒体是说 对中美关系泼了凉水 对中美经贸泼了凉水 又是什么重拳打击 我想中共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它必须改行一则 它必须回到世界的规则上来 贸易组织的规则上来 在国际上遵守规则规范 而在中国国内应该不是倒退 而是反过来推动经济改革 使中国的经济成果能够 不仅是受惠于官僚阶层 能够普惠于人民大众 而不是说中国攫取了外国的 转移他国财富自肥之后 又转移中国人民的财富自肥 最后形成是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共领导人 红色权贵的自肥 俱肥 甚至把他们的家属子女资金 大规模地转移到海外 什么巴拉玛文件 什么天堂文件 都解释出他们在海外 偿富的这种重大的这些丑闻 而且他们在中国的一些 有名的公司 马云的公司 王健领的公司等等 这些几代的政治局常委 他们的家属子女 都在里面有股份 或者是投资人 或者叫人代为持股 代他们持股 所以这些现象说明 中共当局不仅是转移 他国财富自肥 而且转移中国人民的财富 学习 洗劫中国人民的财富 又把中国人民的财富 转移到其他避税天堂 去隐藏起来 为中共将来政权崩溃之后 中共各大利益集团 多少个家族 五百个家族 有人说是统计五百个家族 跑路 溜走 胜利大逃亡 或者失败大逃亡 做最后的准备 所以今天我想川普政府的做法 和欧盟的做法 还有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做法 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我想对中共政权是一个沉重打击 但是长远看来 对中国人民 对中华民主 是一个极大的帮助 好 今天我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